凭借着王上元在替补上来之后的绝杀 中国队最终的是2比1 客场很不容易能够拿下泰国队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禁军世界杯的之路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在比赛的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里 泰国队的教练已经崩溃了 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女主席女领队已经是不敢看比赛了 痛苦的倚在了椅背上 对于他们来讲 如果说主场拿不下中国队 那么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从这个小组当中出围 咱们都知道这个小组当中 中国泰国和韩国是相对来讲的实力最强的三个了 你要想拿小组第一 基本上没有人说能够过到韩国这一关 因此泰国队想要出现主场必须要战胜中国 结果现在连中国队他主场都打不下中国队的话 那就更别提说 接下来要去打韩国等等这些 对于中国队来说 这场比赛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看到在最后一分钟当中 中国队其实还可以处理的更加成熟一些 其实本场比赛你要评选一个最佳球员 我觉得毫无疑问是韩石豪 他在前场的穿插带球能力 可以说是中国队为数不多的一个爆点 希望下一场比赛教练能够更好的用好韩石豪 给他更多的球权 然后让他多打一些关键的时间 或者说好了 那么也是韩石的 我们先打 Sep 快打而了